南投县议会今日召开第十九届第七次定期会议 在今日南投县议会议程期间 县议员友好针对本县各项议题都相当关心 并针对竹山秀船医院床位不足 必须在户外等候的部分来提出建言 盼县府能够效仿多会型、研究型等医院的方式 协助搭捧子让他们能够有更好的环境 这是我们的竹山秀船医院 许多的患者包括现在许多的床位要切给医院做负押病房跟专责病房 所以导致床位不足 许多的医事人员也有确诊 这个医疗人力上面来讲也严重不足 所以许多的民众他们如果包括确诊之后 或是包括他们身体状况不好 他们必须要在户外 包括现在是运用一个停车场 还能够让他们能够先在那边等候 那本县在这里是建议 其实像一些都会型研究型的医院 他们都有去搭棚子 可以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就是分区以及环境 疫情严峻期间超前部署非常重要 因此县议员唐晓芬也在会中针对此议题来提出许多建言 唐医员表示 中央说明确诊后三个月内不至于再发生确诊的情况 但事实上依然有许多民众于三个月内再次确诊 对此期盼县府相关单位能够多加宣导 另外必须充足快筛试剂 疫苗口罩等提前做好准备 中央政府一直没有做口头都讲超前部署 但是实际上都没有做出来 所以超前部署 我在这边也要建议我们的南投县政府 其实超前部署最重要的可能目前 我们的快筛试剂 然后包括我们的疫苗还有我们的医疗量能 这三件事情一定要去做主 局长因为确诊之后 据中央他们所讲的三个月内可能应该不至于再发生 但是事实上证明也是很多人在三个月内 还是再度的确诊 第二次的确诊 所以在这边我也要希望说 我们县政府这边卫生局这边 可能也要对这些的民众多加以关心 今日南投县议会议程期间 县议员尤号针对竹山修船医院 床位不足 民众需在户外等候的部分来提出建言 县议员唐晓芬则关心口罩快筛试剂 医疗量能是否足够一提来提出建言 也期盼县府能够重视审慎规划造福宪明 记者邱平俊南投县议会采访报导